接下来小李讲的第二件事情 是有一年小李爷爷的表兄弟 也就是小李应该管他叫表爷爷 那一年表爷爷去世了 小李他们呀一大家子人送表爷爷出病 去了火葬场 当时表爷爷的灵车前面 正好还有一辆别人家的灵车 小李一家子到了目的地的殡仪馆之后呢 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但是小李当时他是不知道的 他是在后来家人的描述当中 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全貌的 因为小李失去了在这件事情发生的 那个时间段里的所有的记忆 他对发生了什么完全是一无所知的 事后小李的父母和亲戚 是这样给小李描述的 当时车停下后 只见小李他静止走向前面的那辆停下的灵车 然后去帮助根本不认识的那家陌生人家 去抬死者的遗体 小李的侄子和侄女在后面叫他 说快回来快回来 抬错人了 但是小李他完全就像听不见听不懂一样 毫无反应 然后小李的父母也大叫 让他快停下快住手 但是小李呢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那边完全不认识的那一家人都还说 哎 这个小伙子 他他是谁呀 他咋会来帮我们 抬遗体呢 这样子的情况 大概持续了总共五分钟的样子 以上的这段记忆 是小李从他的家人口中得知的 然后突然之间 小李说他在那一刻 他就像睡醒了一样的 后面的记忆他就完全记得的 他当时发现自己直愣愣的 就站在别人的灵车前 完全是一脸懵啊 两家出病的人家 都用匪夷所思的眼神看着他 不明白他在这里干什么 后面从火葬场送走了表爷爷的遗体 回去的路上 家人们才给小李说了刚才的那些描述 小李说 这件事情他唯一能回忆到的部分 就是突然清醒了之后的事 以及刚到殡仪馆 他从车子上下来的那一瞬间 他好像是被电打了一样的 脑子麻了一下 紧接着就发生了后来大家眼中的事情 但是小李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究竟是前面的那辆灵车里去世的人 他的灵魂附身了小李 还是小李在殡仪馆 被什么其他的有邪气的东西给冲撞了呢 所以火葬